音乐 He-hop 节奏放松 摇滚血衣沸腾 索纳声像把火 燃烧了语言的灵魂 特语饶舌PK何洛宇念歌 其实是繁体制 听不听得懂不重要 今晚就跟着烤秋情乐团 嗨到最高点 J-Chan 乐团当中的DJ 年纪最小了 每天都有新想法丢出来 和其他人激荡火花 游宝 索纳手 从小加入国乐班 本以为长大后 只能在庙会 迎神小鹿伸手 没想到索纳结合嘻哈 一点都不突兀 还很合拍呢 范江和Fish 团体的核心人物 七年前就是他们俩 决定组团的 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母语来创作 也让范江 这个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孩子 寻根学母语 我爷爷会跟我用客家话对谈 对 但是我不会讲客家话 我听得懂他说什么 但是我不会讲 只会讲一些很简单的单字而已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你要去 怎么讲 你要去学客家话 他说 你走得买天 走不得买煮公烟 南北馆 客家八音 歌仔戏 和嘻哈 巧妙柔和在一起 年轻人从这里 回头认识传统音乐 和自己的语言 大家普遍对北馆也不熟嘛 那北馆的音乐它是比较吵的 会很多轻轻香香 很多唢呐 吹来吹去 我们就说这跟 其实跟金属乐很像嘛 这跟metal很像 三年前拿了新闻局 二十万补助金 发行第一张专辑 这张唱片还打败了 一百六十二个国家 获得美国JPF音乐大奖 客委会也花了一笔钱来 等于说买我们这张专辑 然后去作为交流之用 因为是政府发的 你也可以去做国民外交 用母语大声唱 不管是客家山歌 还是河洛歌仔戏 因为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语言 这块土地的故事和音乐 才会如此精彩 嘶吼声中有客家八音传承 南北馆里有歌仔戏精髓 这一晚的嗨翻天 考秋勤的创意创新 清楚地触动了我的感动时刻 就觉得欧礼 透明不再来 令人继续